所以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在談 Rolleta這件事情 雖然常被忽略但是我相信它是一個非常essential的一個issue 還是希望各位有機會碰到 資料分析人都能夠明白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前出儀的部分 那一般來說其實不管你今天是有沒有racing state 你是我們剛剛提到Task Specific的FMI 前出儀流程都是一樣的 那很不幸的是你會發現其實在不同這個老師或是不同的這個大家在實作的時候 多多少順序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甚至有一些block有些人不用有些人會用 這個其實跟個人的習慣有關係但是 這個算是比較一個 標準的流程就是如果你 願意參考的話你可以就是用它來當作 這個往後分析的一個這個流程 好那概念上來說其實它有一點點繁索因為它其實包含了至少 至少有這五個部分 至少這五個部分 那左邊的字還多了一個部分叫做segmentation 就是segment這個部分 那segment其實它的功能是在做Teacher Classification 如果你對於Brain裡面的GridMeta Whimeta跟CSF特別有興趣 比如說你在後端想要做一個 我們稱之為FoxoBase的Mephora Tree的分析 就是VPM 這樣一個分析的話 你會需要知道哪裡是GridMeta 那麼你就需要把這一步加上去 但如果你沒有特別對這個分區那麼感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到做前面這五個 就這五個block 就可以了 那這五個block裡面 如果你只對 EPI就是對我們剛剛說這個FMRI的訊號 這個影像有興趣 你甚至對Anatomical那一組T1也沒興趣的話 你甚至還可以把 Code Registration給丟掉 也可以 但是一般我們的流程就是我們在收 功能性影像的時候一定會收一組 匹配的T1個影像 所以通常Solo我們就會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比較建議的一個流程 好那 同一篇上有一個小小的動畫 在右上角那麼不起眼 有時候我都會忽略掉 這個東西 他指了一個窗向的箭頭 原因是因為 第一步跟第二步的這個做的順序 有的時候是可以顛倒的 Depid on 你今天在 Image 收取過程中 是不是使用一個我們稱之為 Interleaf的一個概念 我們再收影一下 雖然你好像很厲害看到一整組 以下有四張前面 但是 並不是那麼厲害 四張一口氣下去 他其實是slice by slice 去做一個Image的方式 那這個所謂slice by slice 它可以分成兩種 Sequential or Interleaf Sequential就是我就是從 爐底一直到爐頂 一張一張往上收 or反過來 從爐頂一直到爐頂 一張一張往下收 Interleaf的概念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知道 不管在怎麼快 雖然一般來說 我們DR在兩秒左右 也就是說一個40張的影像 一個follow 然後在兩秒內 我要收完40張 平均的有一張我可以花掉 就是50個ms的時間 還是有時間差 雖然很短 但是對於寫的來說 50ms 在第一張跟第二張 可能就差到接近兩秒鐘 那麼在這個 Desk response上 就會有一些 生理上的這個意義在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你所使用的是 Sequential的東西 請你 請你要特別小心 就是你maybe在這個順序上 你要顛倒 你會先做 我今天所講的這個順序不是 For sequential 是For interleaf 但如果你是反過來的 Squential的話 請你要把 第一跟第二block的順序顛倒 那這個其實是 在那個 大家在分析過程中 建議的一個步驟 但是 你如果仔細去看 到底會差多少 其實也差不多 就真的 量也很少 但是 我還是建議各位 Follow這個 大家Standard protocol 去做 那interleaf的概念 剛好相反 我就是怕第一張 就是頭頂跟爐底 差太多 時間差太多 所以我用的是一個 間隔式的取法 比如說 1到40 我其實是 13579 一直到 39 接下來我再回到 24680 一直到40 所以我是用交錯這方式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說 其實 第一張跟 最後一張的差別 可能就會說 原來一段 那這樣子我們在做一些 interleaf 或校正上 就不會誤差 那 一般的機台 正常來說 應該都會用 Interleaf Interleaf還是有它的好處 比如說在 這個激發過程中 也可以減少 就是 Crosstope 但是可能太細 好所以一般來說正常 C門子跟G 應該都是Interleaf 如果你不確定 你可以問一下那個 機台人員 那這件事情在Dicom上面 不見得每家廠商都會寫 所以不見得是你找得到的資訊 所以你可能可以直接去問 這個機台操作人員 那 因為這個東西通常 也不見得是機台人可以調 他可能是 預設的參數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機台人不知道可能還要請他去問軟體工程師 那他們才會告訴你這個是Interleaf or Sequential的一個取法 好 所以今天各位就稍微在上面寫下 Interleaf I-N-T-R-L-E-A-V-E-S Interleaf的取法 我們就使用這樣的一個流程 就是 從 Slicetiming開始做correction 就是我剛剛說 每一張東西其實都差了50ms 所以整個下來可能差了兩秒鐘 就是頭跟尾 但是 Interleaf可能差一半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先校正 Slicetiming issue Realignment 在連續搜取過程中200到300個發論 每一個都進隔兩秒鐘 所以 頭一個 時間點跟最後的時間點可能差600秒 也就是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 這個中間 人可能造成的移動 不會很巨量 如果這個搜索夠配合的話 不會很巨量 但是可以差到 比如說 接近 1到3個degrees 就是我們說 旋轉角度 或者是1到3mm的一個移動量 那 這個量不是很大 但是必須要校正 因為我剛剛提到過 Board的訊號 強度真的太微弱 所以你稍微抖一下 動一下 都會造成你所看到的是假象 而非真的一個 寫的變化 好 第三步 Code Resolution 就是指說我要把這個 Low Image Resolution 這個FMR影像 跟我的 High Resolution 跟High Image Quality 的這個 Anatomic的T1影像 去做一個對位 原因在於說 在 後續 我如果要去找說 Prefrontal的Cortex在哪裡 我可以 在這兩個已經對位好情況下 直接從 Anatomic影像上去做 做一個Interpretation 那因為他們兩個已經對在一起 我可以直接去 映射到 我們在這個 Functional的這個 Area上面 所以這一步 也都會建議各位要做 除非你今天手上沒有T1 就另當別論 那再來是 Normalization 是指說 我們在 不同人之間 任何一個人頭的大小 一定不會一樣 東方人西方人不一樣 你我也不一樣 同學之間也不一樣 雙胞胎 也都不見得會陰模一樣 因為他可能頭有去撞到或怎麼樣 會有一些 不同的情況 好 所以Normalization 說穿了中文叫做正規化 或者是標準化 意思就是說 讓頭型大小不一樣人都能夠經過 空間上的一個扭曲 Incension上的一個校正 讓大家要頭型大小發冷 都激進在一個 類似的範圍裡面 這個是當我們要做群體研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如果你做不到這一環 那麼 當我只在一個 坐標點上 我說這就是另外一個文化句 那就是完全不make sense的事情 最後一部 Smoothing 很不幸的 Smoothing叫做空間平滑化 不是指Temporal 我們在講說平滑可以指 是時間序列上的平滑 Or 空間上spatial的Smoothing 這邊指的是 spatial smoothing 那我剛剛說很不幸的原因是 各位如果還有印象 都知道我們剛剛的 FMI的影像維持環選是 3.4x3.4x3.4 已經很差了 但是平滑是什麼意思 我讓原本不太清楚的東西更模糊 叫做平滑 就是像 Edge 本來很sharp的Edge 我讓他更 圓融一點 這個叫做平滑 為什麼要這麼做 明明就已經虛化resolution 這麼差 但是 還是一樣的道理 Bold的SMR 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只好透過平均再平均 處理再處理 試著去 enhance他的一個 sensitivity 或者是他的一個 降低他的一個 noise 所以這一步 如果你不做 一定會被criticize 一定會被人家批評說 這個影像的可信度 是不行的 是不可靠的 Smoothing有他空間上的數值限制 你可以跟旁邊兩個pixel做平均 你可以跟旁邊5個pixel做平均 甚至10個pixel平均 當然那個量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一般我們公認的範圍 這個從4個mm到8個mm不等 就是我們平滑化的範圍要多大 大概是怎樣 我們很快的step by step的看過去 那 正常來說我應該要帶各位就是 有文字好 我應該正常 正常來說應該要帶各位 就是step by step的去 建置跟跑完整個流程 但是那真的太花時間 所以 我今天只打算 解釋完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 上一週其實 我相信這個 前衛位這個 講者應該也有帶各位 從到底做過一次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個video 好 那我們剛剛說過你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為了全檔案方面 你會先去切換 我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你的current folder 那我們已經做好了 我們先看slide timing 我們剛剛說過 今天如果我在收影像的過程中 比如說這個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一個brand發了我只收了5張slice 所以我手看起來就是 每一個 imaging我就會打5個點 就是每一個brand 我都會打5個點 任何一個位置上我都會打5個點 那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假設 以這樣的一個量測情況下來看 我們已經知道每一個點跟每一個 每一個點之間 都會有一個很短的時間差 都會有很短的時間差 那這個時間差如果我們現在用類似像裡面看的概念去把這個 每個量測到點的曲線給連起來 你就會發現 如果以這個情況下來看 你會覺得 這5張imageslice 所得到的這個fold訊號變化 好像都長得很像 都長得很像 以這個情況下來說 但要是我今天真的去校正 時間點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點 實際上我量測到的時間點 其實應該我要correct 回來到 同一個時間點上 因為我們所看的break 應該不是 好像不同slice的一個時間差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Brain我要活化一定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去 描述它 所以當我們去把它correct回來 怎麼correct 就是 內插很簡單 我有任意兩個點的數值 我先想要內插出整數點 就是 算一下嘛 兩個平均waiting上 再處理一個數字 你會發現我correct出來的訊號其實長這個樣子 OK 所以這個東西 雖然你覺得它很細微 但是 很不幸的它真的對你的影響 會有一些這個差距 特別在兩個情況下 你的TR太長 早期的TR可能會射到3秒鐘 第二個 你的這個張數真的是比較多的情況下 那 或者應該說你的這個coverage 就是我這個從頭頂到這個小到底 這個範圍越大 你所造成的這個差距也會越大 好所以 不管怎麼樣 這一定是我們要做的 第一個correction 所以在這個步驟裡面 你需要key in的參數是這個 TR 你必須要告訴他TR以及你所擁有的章數 還有 你每一張切面的取樣順序 所以這就關心到你到底今天是用sequential的取法 或interleaf的取法 你必須要在 一開始的時候就知道 才有辦法去設定它的參數 好 我很快帶各位看一下這個 參數它給你選哪一些東西 因為有興趣你可以點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讓你越喜好 在我們一開始這邊上面 有一個slice timing的button 你可以稍微點它一下 它會很快跳出一個新的視窗 這個視窗我們稱之為batch editor batch不要懷疑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一個流程控制的這個環境 那 雖然我們現在只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看到這個欄位就知道 它可以讓你做 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是單一的視窗 當然你需要選擇你的這一個 FMI影像給他 接下來你要去登錄 你有幾張slice 比如說這個case來說40張影像 告訴他你的TR 兩秒鐘 這是我們的 這一組影像 TR等於兩秒鐘 TA TA是算出來的 它的算法在這邊 是用TR減到TR除以slice number 所以就是你用2除以40 再用2減到剛剛那個數字 所以1.95 slice order很重要 你要給他一個序列 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這一個 情況 新文字裡面 Interleaf 偶數張數 它會變成是從偶數的第一個數字開始收 所以它是這樣 2 4 6 8 10 一直點點到 40之後再回到 1 3 5 然後點點一直到39 這個是我們在西門紙上的手法 G1我不知道可能要跟草商確定一下 反過來 反過來 對對對 因為我們西門紙上面很詭異 它就是如果你是偶數張數就從2開始 如果你是基數張數就從1開始 這個是蠻詭異的事情 那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但是key法不要跟我 這種key法一樣 這個根本就是錯誤的key法 沒有點點點這種事情 這個是口語的手法 用程式的語法你要這麼寫 你當然不要跟我說你要2468加4 也可以啦沒有什麼 程式語法是要這樣寫 把他打完再說明 這個冒後夾擊的這個數字代表的是間隔 我從2到40每2做一個increment 就是每2做一個increment 所以這個東西你按下ok 那中間有個空格 所以說我打完了2到40之後 我有個空格 再去打一個1到39然後以2為間隔 玩一下ok之後你看他出現的話 幫你展開了 就會變成是24681012 你當然也可以就是 不會寫程式你就直接一個key 沒有什麼不對key的時候不要給同學看到就好 不會你丟臉 那 這個東西就這樣子 reference slice非常重要 你今天要去做內插 我要以誰當作是我的標準點 那請問各位一下 如果你要去做內插 我會傻傻的去以最邊邊的這兩點 當基準點 還是我乾脆是以中間這個時間點當基準點 那 前面只要校正一半 後面只要校正一半 就能夠大家對齊 supporting應該是後者比較好 所以通常我們的這個reference slice 我們會定在正中央那一張 所以這case來說不是2喔 是1 或者是40那一張 我們剛剛說是24680到40 然後再從1357走開 所以正中央那一張搜尋 那個那一張應該是40 or 1 都可以 我們會喜歡用正中央那張 所以你看這個panel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選完檔案 只要你選完章數這個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 讓他去做process的動作 等一下我們會有機會按 所以我們先不急 現在各位看過參數就好 好 那下一步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第2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這個head motion 在一個長達6分鐘到10幾分鐘不等的一個FMR實驗裡面 讓一個正常人還活著的人頭都不動是一件不人道事也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從 數值的方式上去校正他的head motion 那head motion概念上來說我們分成在立體的世界三圍空間座標裡面 我們分成六個參數 包含了Royal pitch 就是三個旋轉角度比如說 左右晃頭叫做ro 然後這個 左右晃頭對 然後如果搖頭叫做右 然後這個點頭抬頭叫做pitch Royal pitch三個立體角 以及 前後 左右上下的一個 translation 就是我們說pitch 所以你總共會有六個不同的一個參數 那這也是當你用SBM process完之後 realign完之後 他會給你一個圖表 上面就是translation 所以是x,y,z三個參數 下面是rotation 三個不同的立體角 OK 那一般來說 這個單位我們用的translation是millimeter 在現在大家封論來說 三個millimeter 三個millimeter以內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範圍 超過三個millimeter以內 超過三個millimeter 我們的建議就是 丟掉withdraw這個subject 因為他的動的這個程度太大 如果我們剛剛所說就算你經過校正 Bold的被你這個 修改量可能已經很大 所以我們會不建議去使用 這邊可以講到三個millimeter rotation 一般來說是0.3 一般來說是0.3 那 一樣 這邊就是三個立體角 所以你會發現通常來說 我們都會以第一個點 當作是參考點 所以他的這個 整個的shift 或整個rotation 應該是一個gradual的一個change 如果你看到的東西像這個樣子 故意留了一個錯誤的東西 你都會看 正常來說我們所看到的 正常來說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個 訊號的變化應該像剛剛那樣 就是他是一個gradual的一個變化 這個是對的 但如果你看到的是這一種 這也是我們常看到的錯誤 但是通常大家都沒有感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如果大家在自己的概念上有看過這個東西 就要小心 這表示你的那一個 這240個file 你根本就放錯順序 這很可怕 因為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 240個代替檔丟給你 但是我給你保證 這240個代替檔 絕對不是按照我們所收取的順序做排列 因為他是跟我們在機台上面做 Image Reconstruction 有關係 所以他會先出來那個編號可能跟他先重組完關係 但不代表他是第1個時間點 所以在排序上 你可能1到100 其實他真實的這個收的時間點可能是 1368一直在亂跳 所以你必須要從他真正的Dicom header去排序才是真的 在正規的情況下 SPM都可以幫你處理得很好 但是在某一些不幸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你對 Dicom做過手腳 或者你其實是用一些外部的程式 比如說Malacore或是其他Dicom的轉檔程式 去轉成NII的這種影像 你可能會在校正的時候看到這種東西 那 這時候你會想說 這個受試者是在裡面Key打還是幹嘛 因為從他就是 每隔幾秒 有些人會很有趣告訴我 說老師我看到心跳訊號在那個 Motion上會出現 我想說他是 他是被勒出來看 怎麼會跳得這麼慌張 不會啦 所以他好像有規律 但這個東西通常就代表是你的那個 排序有問題 很小心很多人都是對這個東西視而不見 或是根本沒看過他 不認識 老師我處理過很多Data但是我從來不知道你說這東西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記得他應該是一個Gradual change 如果不是都一定有問題 好 那 這邊的話我們就帶各位看一下那個參數他是 有哪一些要調 你會發現這個裡面幾乎不用去改東西 幾乎不用改 我們可以去點取在這個上面有個realign的部分 有一些參數裡面他可以讓你去選取你只要 你要estimate 還是你要加上write或是reslice reslice就是我重新複寫那些 image的slice 跟 這個write是一樣的意思 那 你今天是要estimate單純的 量測就好 還是你今天是要把之前量測過的參數直接套用到複寫上面 還是你要量測完之後直接進行複寫 OK 或者是最後一個有一個realign and unwarp unwarp就是我們等會提到跟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假印有關係 但是我們先不管 你要選哪一個都可以 dependent on purpose 但是一般如果你今天就是要做這個假印教程的話 建議你就是把 這個第3個選上去 第3個選上去 就是estimate而且重新做一個複寫 那這邊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參數但是告訴各位下面你都不用動 他都已經是最佳化的參數所以你只需要去幹嘛 選檔案 所以你只要點兩下 他會加入一個新的setion之後你就點開來 選取你的那個 比如說我剛剛轉好resing裡面有240個檔案 你就可以把它選進來 這個前提是如果你第一步是做realign 如果你第一步做是slice correction的話 slice timing的correction的話 你要去選取已經被 slice correct過的這一個影像 所以這邊應該240個選進來 等一下我們會做所以你會知道 不然太擔心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參數要調 因為他都會幫你自動去做一個偵測 很簡單 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unwarp那個步驟 有經理我們剛剛提到說其實你只要用的是EPI的 EPI的波序 現在慢慢的研究階段有出現一些非EPI的這個FMI的訊號 或者是用ASL這種技術 但是 可能沒聽過的東西就沒聽過 如果你是EPI 在影像上有明顯這種distortion 你可以考慮去使用剛剛說的這個realign and unwarp這個指令 那目的很簡單 他的概念就是我把EPI影像去跟我這個subject 自己的anatomic影像去做一個比對 他去評估哪裡的形變量很大 去把它校正回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我們稱之為deformation map 數值越亮越白的地方表示這個地方 他的FMI影像跟我們anatomic影像差距很大 也就代表著如果我以anatomic影像為基準 EPI有很強的distortion出現 所以這個中間的影像是一個原始沒有校正過影像 這個是一個被校正過的影像 所以你看如果他 他得到這個deformation的map 去做一個校正的話 可以得到的是 像這樣可能會過一個影像 但畢竟有限 他還不能夠似乎進去校正 造成太大的一個形變 所以 他的幫助說實在有限 所以他在很多的這個process裡面 不會是 標準一定要有 但是 一半一半的 就有些文章會放 有些文章不放 你可以depend on你的這個 EPIdistortion量去做一個評估 看有沒有放進去 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 我們說code registration的部分 就是我們說你要 終究要把你的這個 EPI跟你anatomic影像對在一起 很多人會直接講說 有什麼好對 不就同一個人同 但是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真的去機台上面看過 其實我們在 定 掃描位置的時候 其實是每個sequence 去做定位的動作 所以如果說這一個 operator他並沒有用 Copy參數的動作 很有可能 你anatomic影像是 照在這邊 但是你的 這個 EPI影像 就是FMR影像 可能會打角度 或是上下位置 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必須做一個對的動作 可以把它拉在一起 那 同樣也是去調教 他們的一個 Image的solution 那第二個是因為 我們通常使用的 T1影像都是一個 3D的 3D的一個 Image sequence 所以 它的涵蓋範圍 你可以看到 像在這個影像上 左邊的涵蓋範圍 其實都可以涵蓋到你的 這個 C2 C3的位置 就是我們說 Cervical Spine C2 C3 甚至到你的shoulder 都可以涵蓋得進來 但是我們的這個 Bull FMR 我們說過他為了要求快 所以通常 這40張 剛好都已經cover到 大腦到想到D 就這麼多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在整個 Coverish上也好 Image Resolution上也好 甚至是 Image Orientation上也好 可能都有很大的差距 必須要透過這個 對位的方式來做一個 這個這個 讓他們共同處在 同一個Image Space上 一個 這樣的情況 那你有兩種選擇 一的是 手動自己去做 通常我們比較擔心 比較害怕的時候 我們就手動自己去做 但是手動自己去做 就是礦日費時 而且也有可能會有BIOS存在 那另外一種當然就是 Automatic 讓電腦 透過 Cost Function 就是Muture Information 方式去做一個 Essimate 他去找到最好的一個 對位情況 這樣也可以 那 對於大量資料的process 一般我們會apply 第一種 事後再去check說 電腦幫你對的好不好 如果不好 我們在Manual Intervention 去做一個 校正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的對位 對 他對於一般來說 我們只需要去選擇 Estimate那個就可以了 這個 College Station裡面 他有一個 Essimate這個就可以了 那 只用Essimate不需要去 write它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Essimate完 他會去改寫 他header檔裡面的那些 rotation跟translation的 參數 所以他雖然沒有真的去 重新create主性的影像 但實際上他有把這個 怎麼樣去做形變跟 放大縮小動作 存在我們的header裡面 所以 也是足夠我們後面做使用 那一樣這邊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一進來之後 他要選擇的是 兩個東西 下面其實也都不用調 你要選擇的是 Reference Image 跟Source Image 所謂Reference就是 我待著不動 Source Image就是我要去 調動它 讓它對到這個 Reference Image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會把 Reference Image 定成 不是Anatomic 影像 其實 會把它定成 是我們的 Epi影像 原來簡單因為 Epi太珍貴了 我都不太敢撞它 我不太敢去扭取它 就是通常在 非必要情況下 我會保留它當這個Standard 我讓Anatomic影像 去對到它 所以通常Reference 我們會選 Epi 就是選擇 Bold影像 Source我們會選擇 Anatomic 後面都有流程了 所以各位先聽過 就好 好 所以這個部分也很簡單 它一樣 Process完就會出現 像這樣的一個 Track的圖形 讓你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這兩個影像 好像對好 紅色這邊就是一個Contour 是右邊這個 Epi的Contour 你可以看到它 邊緣有沒有對好 有沒有Overlay的 還不錯 下一步 我們聽到說 每個人的腦袋大小 都不一樣 體積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個 以一個所謂Template 這個Template 通常我們在SPM裡面 是用一個所謂 ICBM152的T1Template 叫做ICBM是因為他們是由 這個單位所Create出來 那152是指他們是經由 152個正常 成年人的腦袋 去平均出來得到一個影響 那當然這個 要記得這件事情是 畢竟這是國外Developer 所以他們用其實是西方男的頭 西方男的頭 其實是 以上面往下看 是偏長 偏長的一個頭形 但是東方男人是偏 偏扁的一個頭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 發展所謂 Anatomic template上的時候 也有所謂 西方男的腦袋 跟 東方人腦袋的一個模板 那像最近中國大陸開始要去收 1000人的data 去create一個所謂東方人 這個模板 所以他們最近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 So far的研究上 好像大家都還是 直接對到西方男的頭 但是有一個情況下 要特別提醒各位 如果你今天做的研究 是一個 小兒的研究 特別是未成年的小朋友 或者是 可能是出生 一兩歲這種小朋友 這個模板絕對不要去使用 成人的模板 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你要去網路上去搜尋 一些關於小兒的影像模板 或者是 從你所recruit進來的這 三十個人或二十個人 去create一個他們自己的 Average的模板 因為你的目標很簡單 只是希望讓這 二三十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能夠在一個 common的space上 所以你只是需要 大家對到一個extended上 那 Normalization上面 等一下那個選的時候 他會讓你 手動選取 你要哪一種template 所以你可以選擇 他內建的T1template 或你自己輸入的template 那 在我們對位的時候 其實你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這流程度有點複雜 正常來說 因為我手上有subject 自己的EPI 或是我們FMI 你其實也有 所謂FMI的模板 你可以用他去對他 就可以得到一個 Normalize的影像 但是我個人不喜歡 這一種做法 原因我剛剛說過 EPI的 這個SMR resolution 都比較差 那通常也會有一些 這個形變的存在 那這個形變的校正與否 或是跟你的這個 你儀器的一個 就是磁場均勻度 環境都有關係 所以 他常常對出來的結果 對我來說 不是很滿意 我個人比較喜歡另外的做法是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 Subject的 TY 然後他們的影像 已經對到他的EPI上 所以其實他們這兩個已經是一個 你可以說同樣大小同樣位置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用這個比較 High Image Resolution 對比度比較漂亮 比較High Quality的影像 去對到 Anatomic的一個Template 我會得到一個 變換的參數 我直接Apply到 我們的 EPI影像上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 同樣的一個 情況了 所以你也可以得到一個 Normalize的EPI 以及還可以得到一個Normalize的T1 所以這個是 哪一種都行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個剛剛說的第二種 那在這個裡面你就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 我們現在就會把這個事情分成兩個步驟 Estimate 跟Write 他們是兩個步驟 我會用T1影像去做 Estimation這件事情 去取得 Estimate得到的這個 所謂Transformation Matrix 它的一個型面組成 然後我把這個型面組成Apply到我的 這個EPI影像上 OK 所以他們都兩步喔 你在選的時候可以這麼做 在Normalize這邊 還有Estimate跟Write 那如果你選這個是表示我就是用同一組 Estimate跟同一組去Write 當然你也可以選不一樣 只是通常我喜歡分開選 分開選 我先用Estimate 那Estimate這邊 這個當然就是你的一個Data 就是你Subject的Data 那這個地方你要選Source image 就是指 Subject anatomical影像 當然 前提是已經 跟我們EPI對好的那一組 不是Raw anatomical影像 那 剛剛這個定位提到就是我們的Template要選哪 就在這裡 Template如果你點兩下 它預設會跳到SPM8Template的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去選取我現在用的是T1 你就選T1Template 但如果你有你自己的選擇 你就點進去之後去選擇其他的資料夾 看你是放在哪裏 你去選擇你要用的那個Template 那這個的話就是選擇那個Subject 自己的Ntopic影像 那 切記你要選的是已經被 對位好的影像 所以不應該選這一組 Raw image OK所以它 這兩個要選 但是下面其實有一些參數要稍微調教一下 這個waiting image你都可以不選 這個都是用預設就是不要 不要給它任何prior information 這是沒有關係的 那 下面不用是write 所以 estimate其實我們就保留這樣的參數 只要選擇檔案就好 那選擇完之後 我們會得到一個 點 MAT的一個 Transformation Matrix影像檔 這個時候 就請你再回到剛剛裡面 我們就會去選擇這個 Normalize的write 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的Data點開就會需要一個 Parameter file 就是我剛剛說的Transformation Matrix 的file 以及 哪一些影像要被你付寫 就是我們的EPI OK 那 這邊我就會特別去調教一個東西叫做bonding box bonding box的意思是說我的造影範圍 我的造影範圍 從我所認定的原點開始 往前推多少往後推多少 往上推多少往下推多少 所以它會是一個 2乘3的一個矩陣 這邊是指 X的方向上 我是前後各推多少 Y座標上面前後各推多少 跟Z座標上面各推多少 那有些人還會特別去調boxel size 但是我一般會直接就使用2x2x2 你這樣再低 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我說過你bond的訊號 真的沒有必要去追什麼0.5mm 這種事情 沒有必要 你後面還會smooth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一般我就是用2x2x2就可以了 OK 那bonding box 有一個我習慣用的數值 然後這個數值我有寫在那個 我們剛剛說另外有請各位download的一個手冊上 這個 我剛剛講的很繁瑣 但是其實那個整個處理流程 你要點哪裡開哪裡 其實我都寫得很清楚在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這個講義上 在 這個是Daiton import的部分 這個使用SPM 所以這個什麼slice timing 你要怎麼樣之類的 裡面的一些參數比如說像剛剛提到這個 Normalize的bonding box 這個是我習慣用的一個參數 所以 DETAIL的部分請各位回去自己看就好 不用浪費時間 好 所以Normalize只需要調bonding box 跟最多那個 Image的docs就好 那最後一副就是這一個 Gaussian smooth Gaussian smooth你會覺得 這個是我們已經Normalize過後的影像 已經夠糊了 但是我們ultimate的go是怎麼樣 讓它更糊 長得更糊 這個才是我們最後會拿來做後面所有跟 方學人相關的分析 那目的很簡單只是為了透過平均增加 抑制雜訊增加SMI 所以這個東西我剛剛提到 4到6是一個我們常用的數字 你可以稍微寫一下 4到8個mm是我們常用 那我個人比較常用是中間那個數字就是6 你Smos過頭 可能會犧牲掉很多細微的資訊 Smos的太少你其實 訊導比不夠好所以你可能 得到都是非常零散的一些Dentation也不行 所以你其中一指6是一個 我個人recommend的一個數字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看一下這個 Smosing也很簡單 Smosing就是 唯一要調的一樣輸入影像 這個就是直接輸入影像 那就是你那一整 那一整串 被你Normalize過後的這個EPI的影像 那 FWHM就是指半高全寬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你的單位就是millimeter 那因為它是一個三度空間 所以它有三個數字 那正常來說我們沒事不會用三個不同的數字 什麼468 沒有那麼無聊 一般我們就是444 666或888 好 那有一些人 Maybe會有一些特殊的 選擇 比如說你今天Normalize出來 你在Slices音樂的方向 你就是特別粗或特別細 你可能有特別卡 你可以這麼做 但是一般我 我不會建議你這麼做 所以這邊只有這個參數要 去做設定 其他都沒有什麼好動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到這邊為止 先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問題 就是大概在理論上跟原因上為什麼我們會設定這些參數 剛剛888 那個數字的單位是 Minimeter 對都是Minimeter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從Key的話 你一樣就是Key三個數字 就是666 444 這個情況 那 文件上最多在那只看到8 沒有看到更高以上的數字 但是 小的 雖然也沒看過低於4 所以 6是最常見 所以 一般你就中間知道 東方人最喜歡做 所以如果要做幾倍的 Statial Smooth 就是在這裡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都會評估一下 因為你可以想像 我們今天一個FoxoSize Normalize 其實是兩個Minimeter 所以當你半光全關是8的時候 半光全關就是指說你放正中央 它一半就是 左右各開8個 但是如果你Total會 會Cover到範圍 大概就是左右各 8個Minimeter 也就是說你其實會左右各Cover 3個Pixel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 假設我今天所care的東西 是一個很微小很微弱的變化 你要把它Average這麼強 它可能會消失 但如果你今天所看的是像Sensory Mortar 這麼大的區塊 那明明你可以把它開大力增加 SMR也可以 所以那個有時候是 你需要穿點Aral 但是範圍還是不會差 所以這段的故事都不可以 你可以用小數 你Always可以用小數 因為它所apply的是一個 三圍的Gaussian function 所以你要用什麼 4.1 4.2都可以 但是蠻無聊的 就是正常的時候 我們都用個整數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跳兩個Minimeter 就是因為我們通常用的那個FoxoSight都是2 所以就是4.6 8 像也沒有人會去跳一個 我4跟4.5做個比較 那真的沒有什麼猜到 它這個 就是整個流程過來 它這個左右腦會白 左右腦在 SPM裡面 它可以去設定要不要喬 它有一個 這個1過0的一個標誌 但是正常來說 比如說它不會幫你去動 它只會在顯示的時候 去翻你的左右 顯示會翻喔 因為在一般我們說這個 放射科習慣的 這個方式是影像的左邊 是變人的右邊 因為我們在造影的時候其實是 從腳底往變人的頭頂方向看 所以影像的左手邊是變人的右手邊 但是在SPM 它不是也會Display一些 最後Equivation的Map 它的習慣都會幫你flip回來 就是左是左又是右 左是左是右 那那個參數可以改 所以我沒有辦法保證你的 層次是不是 一定就是左是左右 Dependent 你的coder 我們會被它改過 但它預設的話是 只有Display才會左右翻過來 但是你的影像不會被動 如果 我們在做的事件 要進入操作的時候 我們是假期它 有沒有看到 SPM 那為什麼 我們還有需要做 還是要做 因為 SPM我們只是要 回答 應該說只是要讓我們可以很肯定的去說明一件事情 我今天一個Fallen 所看到的 就不同Size 所看到的寫的都是位在同一個時間點上 我們必須要有這麼強的一個假設 不然會導致一個結果 比如說 我所得到的這個Sensory motor的曲線 可能會跟我爐底 比如說這個Temporal Pole 這個Bord的曲線可能會長得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原因只是因為一個高一個低 所以他們其實在取樣上的時間點剛好有偏差 那這個偏差就會導致說 你在算Concutivity的時候 會覺得它是兩個不同的訊號 會有這樣的一個BIAS 所以我們必須要肯定在每個時間點上 不同的一個spatial的這個 issue不會是一個conflown effect 必須把它拿掉 那是建議這個bonding box 對 因為bonding box其實概率上很簡單 bonding box是說 我今天從影像的 你所定的一個origin 或我們說影像中央 你會往前推多少距離單位是minimeter 那 一般來說 那個原本 SPM預設的那種參數 數值有一點太小 有時候你會發現我normalize完之後 小腦被切掉或是前額葉被切掉 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 非常我們現在前面用的那些有的門員參數 其實 最後我個人比較習慣用的是那100x100 就是它剛好卡出來就類似像這種 前後左右切的差不多 也不太會跑出去這個情況 你可以try an error 因為不同實驗室其實他們有一些習慣不同 就是老師們有時候就喜歡背光多一點 有一些就是喜歡腦袋大一點 都不太一樣 但是那個東西本身不影響image resolution 它只是我們在說照影範圍的 大小 但是每個pixel都是2D 這是沒有問題 所以只是你看的範圍有多大多小 那原則上 只要你的bonding box 不要小到 會去切到你的 腦袋 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 你大到包含了很多背光會增加你運算時間 因為你image的size就變得很大 也沒有必要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習慣用的數字 但是沒有一定要 這麼做 問號是不一樣 問號是不一樣的 應該都會用一樣的 我們不會用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經過nommalization nommalization的目的就是 大家頭要一樣大小 對 所以supposting bonding box 應該都是用不一樣的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下課的時候 各位把我們剛剛說剩下兩位的轉檔做完 好 兩位轉檔做完 好那 我們都會花 我們就休息10分鐘沒關係 我們就10分鐘 大家把剩下兩位給他點完 那 如果你對中間的一些步驟有興趣想試試看 你可以稍微點點看沒有關係按照我剛剛說去點一下 但是那個 如果你要點的話我建議你 把你剛剛轉好的檔 Copy一份 因為你每一次去執行一些prime 他會去複寫的一些 這個標頭檔的資訊 可能會導致你這個等一下如果你要用我的 Procode去run的時候 會有一些BIOS 就是你已經做過了幾次不同的處理 所以盡量就是你轉完之後 你Copy一份再做練習 就是剛剛說這些prefacetion的步驟 好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那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把這一個 所謂前 前處理的這個步驟 一步一步把它講解完 那 裡面的一些 這些DETA的參數如果各位剛剛太快沒有機會抄的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這一個 所謂batch的一個prefacetion裡面 就有把所有這個 無所給各位這一批DATA需要用的參數都已經key in進去 所以這個你可以打開之後就可以去調教一下或是參考一下裡面的參數 那 等一下我們要做這一個batch的prefacetion 請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那個裡面的一些預設參數是for 這批DATA用的 所以不要傻傻的把他帶回去之後就把你的DATA丟進去就開始run 記得一些什麼TR章數啊什麼 你該調的還是要調 那這個所有是for 這三個DATA 再次強調 那剛剛 為什麼要從那裡找過影片就是要讓各位有機會回去之後知道每個參數為什麼要調要調什麼東西 只是這個目的 好所以一些那個比較 提示性的一些東西就有寫在我們剛剛說的這一份這個答案裡面所以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們就來進入到這一個batch的部分 那batch的行程其實很簡單 我把所有step by step步驟都在一個 一個process的一個flow裡面我們就會把它稱作是一個batch 怎麼做到的 你會發現我們剛剛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比如說我點任何一個button或是選任何選項 都會跳出這個batch editor 那你會發現其實這個batch editor本身裡面 可以去多新增一些不同的步驟進來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slice timing 如果我現在想要把這一個 不同的東西比如說realign裡面這個estimate跟reslice加進來的話怎麼辦 你就會說老師我就按這個 你會發現很不幸的他其實不會加進來他會開個新的給你了 沒有那麼天真的 重新從slice timing開始 或者你從一個空白的開始都沒關係像這樣 你會發現在上面的工具頁隱藏了一些功能 我們在設定batch的時候最常用到的是sbm跟basicio 所謂io就是指這個file input跟output 取那個input的i跟output的o寫在一起 叫basicio 那這個 sbm你就會發現我們在做 剛剛這些不同的前處理其實他都包含在不同的類別裡面 最常用的其實都落在哪裡 temporal跟spatial裡面 所以你看temporal就我們剛剛說的slice timing 他在校正 收取的時間點 所以他是一個temporal的correction spatial上就包含了移動的realignment 包含了兩個不同mg sequence的對位 co-register 跟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segment 還有normalize跟smooze spatial smooth 他都是在這個spatial的欄位裡面 那下面這兩個 各位 這個特別是這個 是要在那個 model-based 就是我們說test specific 這個case裡面才會用到 那以racing state來說 sbm在這一塊的功能就 沒有什麼用 mg eg是指那個腦電波 或是腦磁波 所以這個也用不到 我們有可能會用到的其實是 utility裡面的東西 但是以我們這兩天的課程 不會不會用到 那另外會用到的是basic i-o 那basic i-o我們特別常用到就是在 換資料夾位置這件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會做一次 你可不可以看 好我們先告訴各位你怎麼樣去兜出這個flow 很簡單 我剛剛知道我第一步就是要做什麼 我要先做slice timing 就先點一個slice timing 接下來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要做realignment 在spatial裡面的realignment 我知道我要選是estimate 跟reslice 它one by one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下一步會做coverage registration 這個 我剛剛說我只需要用estimate就好 然後再來我會做什麼 spatial這個normalization 而且我normalize的時候會先做estimate 我把它拉大一點各位比較好看 我會先做estimate 然後我會做什麼 這個write 你write甚至還可以多加幾個 因為我可以write到EPI 我可以write到atomical 甚至 都可以 就是看你還要用幾個人加幾個 那最後我會有一個什麼 spatial smoothing加進來 所以 以這樣子你去點選的方式 它就可以一路的這樣子點選下來 那剛剛我們所測的參數 它都是獨立的 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樣 那 裡面一個很關鍵的點在於說 老師你跟我開玩笑吧 你不是說batch可以審視一點嗎 那這樣只是把我剛剛點的東西 一口氣拉進來 再一個一個點 比如說slice timing要選檔案 我就選一個我原始的 這個EPI檔案 接下來到這邊之後 我又要再選檔案 這時候我就要選一個 我剛剛產生出來的檔案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我還是得選啊 就是選個沒完沒了 跟剛剛一模一樣 其實當然不是這麼用的 batch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兩個關鍵在於 第一 你把這個流程設好之後 把參數定好 你會把它先存成一個 類似像一個模板的一個 batch檔案 那 第二個點 你要設所謂的 Dependency 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 資料的相依性 舉個例子來說 我剛剛在口語上描述 我的 Realline 需要用的資料是什麼 需要用的是經過 slice timing correct玩過的影像 所以 在你輸入影像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要兩種選擇 一 像剛剛一樣點兩下 去選擇我的檔案 二 在右下角 有一個 我們稱之為 Dependency的東西 相異性 點它之後 它會告訴你說 在這一個 步驟 在這一個 他們稱之為 Module之前 發生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在它之前 這個叫 Slicetiming的步驟 我可以去選擇 Slicetiming的 Output 當作是我這一次的 input 我可以選它之後 按下OK 這個時候 我才不管我前面選的是誰的資料 選第2個subject也好 第3個subject也好 反正 我每一次後面跟著就是 Dependent我前面所選的 process完的data 那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今天選到第3個步驟的時候 我的相異性 一樣 看這邊還是可以設相異性 點下去 它就會有前面步驟可能產生的output 可以當作是我的一個input 我可以選擇 只做過Slicetiming的output 就當作處理的對象 可以 或者是我已經經過了這個 realline的處理步驟 realline也會產生出很多影像 包含了 只是realline過的影像 還是你要reslice過的影像 又或者是你可以用所謂的 mean image 我們說有240個法案 可以把它所有時間點平均前 得到一個平均影像 那 用平均影像的目的就是 一樣增加我的SNR 我今天無關乎 假設我已經確定 我這個realline完之後 不同時間點上頭的移動 已經被我消除了 那麼我把同樣的一顆頭 不同時間點的影像也平均在一起 我就可以更進一步的提升 我的SNR 那我拿來作為對位的一個 參考影像來說 他的可信度就更高 所以通常 如果你要選 你可以選這一個 你可以選這一個 OK 那你說選其他的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選其他的supportity來說 你應該會有240個法案的影像 但是他其實只會用 第一個影像 其實只會用第一個 他並不會240個都拿來當作reference 不會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建議你直接選個meme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So anyway 這個裡面的設定都是 一個跟一個相關的 就算是我們剛剛提到這一個 Normalize裡面的write 點開這個data 我剛剛不是在口語上也說到 我們這個在做Normalize write的時候 我需要把 T1 anatomical影像 對到T1 template說 量測出來的transformation matrix 套用到我這一次epi的這個 正規化上 那如果你 點開來之後你也把data選好之後 你就可以在Normalize write的這邊 的這一個 parameter file 選到 剛剛只有這第一個 如果你剛剛前面那個做好 你可以選到這一個 在Normalize estimate裡面 從T1 anatomical影像對到template 所得到的這一個轉換矩陣 所以你可以選他 所以這裡面會 讓你發現一件事情 最後通常 以一個完整的catch來說 你最多只需要選 maybe三個東西 兩到三個東西 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開始的 EPI 跟atomical影像 那有的時候我們會在選一組 那個資料夾 就是 受著所在的資料夾 所以一般你會選三個東西 OK 好 那剛剛這只是一個 拉拉過程中 你很多參數也都還沒有調教 那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個 我已經調教好的一個 這個流程 請各位在這個 BatchEdit裡面 未來啦 如果你打開 先關掉 未來如果你想要 這個 傳呼這個BatchEdit 你可以在我們的 Menu Control Panel 這個Menu底下 在最後一排有一個 Batch這個Button 按下去 就會出現一個空白的 BatchEdit 這個時候呢 在左上角 你可以用一個 開啟檔案 叫Load Batch的動作 按下去 好 那剛剛有請各位 download下來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 FMRI底線 preprocess 然後底線 v2.mate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 已經定義好的一個 Batch檔 點它 按下檔 那你進來之後就會看到 跟我們剛剛自己手動拉 很類似的流程 只差在哪裡 差在前面兩個動作 我們先把這個 視窗稍微 你盡可能把它展開 左右盡可能把它展開 原因是因為你會發現 在左邊這一個 這是它設計不良的地方 它這個List Box 其實在這個List Box的右手邊 都會給你一個information 當然可以拉下面這個 只是我很討厭 就左邊就看不見了 所以你就進行了把拉檔 它的右手邊都會給你一個提示 如果你一樣看到一個 箭頭 朝左的箭頭 再加上一個橫槓 就是一個 X 這樣子 這個東西代表的是 你還有一些檔案還沒有選給它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這一個很像一個 Play的這個Button 都會是灰灰的 你不能按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你出現這個東西 請你記得 表示你還要進去看一下 哪裡沒有 比如說你點了這個 模組之後 在裡面有一個一樣出現這個符號 就是在Directory 也就是說你這個部分裡面 你還需要再去選取一個 受制者的資料夾 如果你看到它右邊顯示的是DEP 就表示你在先前已經設定好 Dependency 這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去了解 我是怎麼設的 你其實就進來 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所顯示我的DEP 是選什麼 那每一個你都可以看 比如說我剛剛說這個Write 我會選擇的是 我前一個Normalize 我得到一個 Estimate的一個Parameter file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是怎麼設 好 那我剛剛說這個裡面多了兩個 前面這個模組在做什麼 這邊有個比較這個 不是一定得這麼做但是 蠻好用的觀念是 SPM在執行這一些 前出與流程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默默的在背景 去print 去print 或是去記錄下來 你所做的每一個步驟 它的一個結果 會影像長什麼樣子 但是 這件事情 也是很多 同學 會顧慮的事情 因為大家聽到背取 就說反正學長結構想說 你就按按按button 按完你以上就可以拿去分析 但問題是 不要忘記所有人在 在教導各位使用背取的 都會提醒各位 事後的檢驗是非常非常重要 背取方便到 你點完之後就可以 下午去看電影 回來之後100筆電塔就做完 這個是它設計的目的 真的是這樣 就是你就是睡覺前就按好 隔天早上起來就有Data可以報告 但問題是 這一些automatic的流程 也帶著一些潛在的風險 就是 很多影像的處理都會有一些outlier 都會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狀況 所以 你勢必會需要 Fizure的 去回顧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像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你們目前還沒有等一下才會有 但是我先開給各位看 如果你process完一整個流程 背取完之後 你會發現 在你所指定的資料夾底下 如果你有指定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 它process的副檔名叫 點PS檔 PS檔是一個poster script 是一個 你可以說PDF檔的前身 它可以轉換成PDF檔 如果你有把它成功轉換成PDF檔 你可以點看看 它是像這樣的一個紀錄 比如說你其中有一個步驟 做的是realign 當然是有東西report給你看 有東西值得report給你看 它才會記錄下來 所以像slice timing沒有什麼好report 它就不會記錄 那你第二部的realignment 就會告訴你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東西 你會以這個為依據去告訴你自己說 這一個subject是不是應該被排除在 這個分析之外 那下一步會做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指的是這個 我們在對 Tumpkin影像跟EPI影像的時候 Mutual Information就是它的一個cost function 就是我們要評估到底對的好還不好的一個cost function 那 這東西supposed你就會希望左右都要很像的對 就是左邊跟右邊要很像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這個 左邊是我們的EPI影像 右邊是我們把Ltop影像 轉換到跟它一樣的位置跟resolution上 所長的樣子 那它會有十字線給你這樣參考 所以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就是 這個位置是不是在同樣的地方 那 這個步驟 它的十字其實是可以動的 但是現在這支PDF當然不能動 如果你希望它動 我們有事後check的方式 得要跟各位說明 你可以去check一下影像上不同的位置 相對位置在哪裡 下一步 spatial normalization 有的同學會抱怨說 Normalize完之後 我的影像沒有看起來像標準腦 反而是 大小不一 或者是扭曲的嚴重 會出現這種事情 那 一樣你必須去 Visual的inspect一下 到底 在我們的這一個 設施者裡面 它的對位有沒有造成太 太過誇張的一個形變 所以這個左手邊就是我們剛剛所說 我們所使用的T1 template T1 template我剛剛提到是由152個人 成年人的腦袋去做average 所以它比較糊 不是代表它品質比較差 而是 它是一個群體average 所得到的一個map 那右手邊就是我把這個 subject and atomic影像 經過形變跟對位之後 對到它上面 那 如果有做過處理的人就會知道 我們通常最關心的一個點 叫做AC point 它是一個 anterior commercial的一個聯合點 寫在這裡 這個可能不是很清楚 各位看得到我的 滑鼠的油膠 在這裡 好 這個位置上 這個位置上 這裡 我們說一個聯繪 就是他們這個聯繪 這個就是所謂的AC point 這個是我們一般拿來當作是 在正宗使妝前面上的一個 我們說影像上的一個圓點 就像我們像000的這樣坐標點 那你會發現這個頭怎麼看起來 像很 很低頭的感覺 不是罵他軍頭 就是頭低低的感覺 是因為我們通常會喜歡把 我們說的這個AC PC line 是拉成一個水平 那PC line通常會落在很靠近 我們說那個FB doc的開口位置 或者我們說腦幹的上移 所以你會希望這個點跟這個點 看起來要是一個比較像水平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在定義一個 標準腦坐標的時候 AC當原點 我們定義一個平面 那左右都是以 不要有這個 Royal pitch Royal這兩個 選擇參數的情況下 我們會希望看到這樣一個 標準的情況 好所以你會發現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千萬不是如我們剛剛所說 你吃完飯看個電影 雖然叫起來 Data就可以交出去 不是這個樣子 他只是幫你免去 一直點點點的步驟 也免去我們在等的時間 有人非常沒有效率 如果我今天跟你說你的Normalization 要process三分鐘 我們知道這三分鐘就做什麼事情 上網 打電話 現在沒有兩個sublime 你就會do something else 但是 這個情況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一定會delay一點時間 才回來看一下Data 你不會三分鐘盯著他看 你會做一些事情 然後之後就delay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讓電腦去跑100個Data 跟你自己 很專心的坐在電腦前面 等那個一樣的時間 你的process時間 還是會比電腦久 因為他中間的銜接 沒有像電腦這麼好 所以 這個還是要提醒各位 我們只是幫你省時 但是不代表 幫你提升Data quality 你還是必須要自己去檢視 所以如果你有100個人 你應該去檢視100個這個檔案 大家檢視這個檔案花多久時間 你沒多久時間 一個人大概30秒 多過去就好了 你就看過一次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所以等一下會教各位這個檔案怎麼得到以及怎麼轉檔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 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呢 是在我們正正開始執行process之前 各位可以先做的事情 在Normalize這裡 各位應該都有打開這個畫面 請你點到Normalize 在Estimate這個步驟裡面 剛剛丁瑞特別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Template怎麼選 選了什麼 那 這個東西為什麼我不先選好的一個各位 原因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點兩項打開 這時候你就選上T1 因為我們用的 Eletomic影像都是 T1的MPRage 按下Down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敢 就是先 在我這項上存好的一個位置 是因為它是一個絕對路徑 那按照我的習慣 我可能放在桌面上 桌面都會跟你的username有關 像我的英文名叫Alvin 就會什麼c貓 什麼userAlvin 那到你電腦上一定會Arrow 因為你根本不叫Alvin 除非你剛好是 我不知道 但 這個情況下我就會告訴各位 像這種檔案 你如果換一台你的桌機筆電 都要重新設一次 設完之後再做什麼事情 存檔 存檔 你就把它存成叫做 比如說 C2之2之類的 或者你如果就是不同電腦 比如說就是你的 Prest No Computer 你加個PC 什麼之類的 因為它的表明是跟著你的電腦走 像這樣 那或者是像 惠中心的習慣就是都放在C槽底下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就是不管我哪台電腦都放同樣的根本底下 這的確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煩 好那麼接下來完了之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現在在這方面還有多少地方需要輸入的 只剩下三個地方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 你會先去選擇這個受試者所在的資料夾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不去替換資料夾 我剛剛所說他所recall出來的那一個報告檔案 那一個讓你check的那個檔案 他會一直複寫 因為他會用你預設當下的路徑 你process 100個人 他會一直複寫 一直複寫 那最後你只看到最後一個人的資料 就很麻煩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想要分門別列放好 你就是在 第一步 你會透過這一個 他其實是從這個 Basic I.O 裡面有一個 Name Directory Selector 意思是幫你先選一個資料夾 然後下一步會叫做這個 Change Directory 幫你把當下路徑更換到你所選擇的資料夾底下 OK 所以其實你如果 這一步不想做 你可以直接做這一步 也可以 這步也可以 就是你直接因為這一步 你Directly也可以直接不要用Dependency 你可以直接選擇一個folder 這樣其實也可以 所以 某種程度上 這個會留的是因為我們在 Texus Receipt裡面會用到 但是 我先把它拿掉也可以 不要拿 不然各位都要跟你拿 好我們就這樣 所以先請各位選擇一個資料夾 我現在就來Process第一個人的資料 所以我現在會去選擇我第一個人的資料夾 那 這個時候你不需要把它擺到T1或Racing 底下 你就擺在 Subject 01的這個根目錄底下就好 因為他現在的Process這個報告檔是綜合了T1跟Racing的資料 所以我沒有沒有必要放在其中一個人底下 好按下Down 那第二個 我就跳到下一個有這一個 箭頭的地方 那Slicetime一看你就知道我絕對不會去選NHOME的影像 因為這是在校正 EPI 在校正EPI的這個寫留不同時間點收取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 請你選到Session 好點兩下 這個時候你應該是要選第一個Subject RacingData 裡面應該有所有240個方案 右鍵 Select all 所以有240個方案在這裡 按下Down 這個是第二步驟 下一步在這裡 在這邊 Estimate這邊 那這時候我們說過 你Reference image已經選好 他已經把你定好 是我前面經過 Real Line的這一個 EPI的平均影像 那我的下一步就是要做這個 我要去選擇我 Anatomic影像 所以我一樣點兩下 Subject 01 T1 只有一個 Anatomic影像 点进来 一旦你全部都选好之后 你的这个很开心的button 就会亮起来 让你可以按一下run 按下去就开始跑了 所以这个东西 每一个subject 你就要点三次 点三个东西 但是好处是什么 你不用像刚刚一样 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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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点个老半天 然后每一次参数 都要重新设立字 你可以有一个 common的这个东西 我们先run一个试试看 按下去 你就按下run 那这个时候 这个progressing bar 后来又会跳出来 告诉你说 他现在有在渡场飞 那我不太确认 这台电脑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那一般来说 大概需要花三四分钟的时间 把一个case处理完 所以各位先按下去 我们再先做一些其他的说明 好 现在呢 你要先确认他有在跑 这个这个 这个有在跑 如果你跑到一半 跳出一个新的视窗 上面是红底白色的叉叉 告诉你说 job什么execution error之类的 不要怀疑 表示你一定有选错档案 设错参数 那么你就要回去看一下 哪里 要看 这里 回去你的common上看一下错在哪 我们等一下可以故意选一个错的做给各位看 你要稍微学会一下 就是他上面的英文都很直白 连逼动词都没有 反正就是downerror什么之类的 应该很容易懂 那一般如果你是选错的 他告诉你说档案找不到 你就知道你路径选错 OK 那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一台电脑设好了t1 template 换一台电脑之后 他就找不到 他就会A1 好 那有另外一种比较tipical case是 你电脑的记忆体不够 但是你偏偏就选了一个 300多个Fallon的FMRI以下 你又给他的image resolution 调到什么 1 by 1 by 1 你就知道那个很可怕 那那个情况下 他的A1可能会是因为你的memory不够 那是比较tipical的情况 所以通常在一个我新接触的电脑 我会先看一下他的记忆有多大 一般来说只要是12G以上 绝对没问题 8G maybe看一下你的data多大 4G你要小心一点 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干脆去把你的那个 把你的工作管理员打开嘛 就是我们说你的工作管理员 或是你按那个Ctrl加Auto加Delete 打开工作管理员里面都有一个效能 你就会一直去monitor一下 你现在记忆体的用量 这一台不错有16G 现在才用到3.6G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4G有点危险 因为这台不过这样 它就用到3.6G 所以这个 各位可能都还在开很多城市 什么Facebook啊LINE啊什么都开 那个Facebook是很好资源的 所以这个各位特别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先说明一下那个 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PS File 你要怎么样把它转成那个 我们PPT上是一些比较 比较细节的步骤 就是如果你刚刚没有听到 你就自己看 我不会再那个 repeat一次一样的话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slide 就是我们刚刚说 其实在你指定的那个 资料夹底下 它应该都会出现一个档案 那我说它的副档 都是点PS 那它的这个预设的档案名称 都会是以SPM底线开头 加上你当天处理的日期 所以如果像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弄的话 我可能就会看到是一个2016 5月28 但是你会发现不同subject 它不会去区分成subject01 subject02 所以它会一直做复写的动作 这东西我们姑且称之为logify 就是所谓记录档 那PS领域上来说 如果你是用Lineas的系团 它可以直接读取 如果你是有 那个professional版本的 那个acrobat 你也有机会做转档 它要用一个叫distiller的东西去转 但是很多时候因为版本不同 还是会转失败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是一个 不用安装网 它是一个线上的网页 你只要把你得到的PS档 丢上去给它 那么它就会转成PDF档之后 下载给你 OK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PDF档 什么样子 所以我做一次 等一下你们就自己做做看 你就把这个网纸贴到你的网纸列上 不会有读啊不要怕 你就贴上去 大家都眉头一皱 我想说奇怪 它就是一个让你把PS档丢上去的 那如果你不相信这个 你要自己去找其他也可以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online软体 是因为它就是不用安装东西 我比较放心 select file就在下面 那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 它已经产生出一个点PS档 好那你就会去select一下这个档案 select 直到我的 subject里面 你就传它 你可以一次传很多 比如说 我把那个 不要一次传多少 等一下档都会一样 嗯 嗯 professional的版本 可以直接点它 但是 我看一下这台行不行 professional 我的电脑也是professional 但它不太professional 我不知道 我看这个 就是这个distiller 应该是 哦 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可怜 你再去用那个网页 反正它是给你一样的 世界上总是有需要帮忙的人 好 那你如果ok的话你就点档一下 就是它透过刚刚说那个distiller 它会直接帮你转 那你就直接 这个是在转的意思吧 我还没按确定 诶 诶 诶 我先按存档 诶 它转出来了 诶 什么意思 那它还问我要存档 呃 反正它会自己帮你转档 对 好那你就会有这个档袋 好 你就会看到这个 那这个subject 比较疯狂一点 看起来中间的点不太安分 不过它没有出现 像我刚刚说那种很奇怪的那种pick 那你们大概就知道 就是 不是很安分的一個subject 但是它的这个translection 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可是其實這個量還是蠻小的 0.5mm對於EPI來說都是 我們稱作為subvoxel subvoxel的一個translation 那其實都是可以tolerant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都喜歡定 3個mm為一個stress hold 因為3mm大概都是我們一般常用的EPI 的voxel size 超過一個voxel size大概就有點可怕 OK 所以可以看到裡面的這一些情況 OK 我不知道各位的跑完了沒有 你如果看有沒有跑完 你可以去看Command window Command window上面會告訴你每一個步驟發生的事情 那這在run什麼 然後什麼東西有沒有跑完 那Smoothing是最後一步 所以你只要看到Smooth down就知道它是已經做完了 OK 那你就check一下 剛剛在你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有沒有出現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PS5 就你所指定的那個檔案裡面有沒有出現這個PS5 應該都有了 有了沒有了 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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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借記請你一定要去check一下你的這個 data quality 那 特別針對一個部分要做一個說明是針對我們剛剛說的對位這個部分 特別是我們說的這個 Anatomy跟EPI的對位 那當然我們剛剛說它其實已經有寫一張圖給你 是這個 但有時候這個圖片它只有一個十字的參考點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疑惑覺得這個到底是 好還是不好也不確定 你可以進一步透過SPM Check Registration的功能來做一個解釋 回到我們的這個Menu裡面 Menu裡面 在它的這個下方 下方這邊這個有個Button 叫做Check Registration 在我們剛剛Display的旁邊 按下去 你在這個情況下可以選擇兩個檔案 你可以選兩個檔案 那比如說我第一個就先選我的這個T1一下 你可以直接選 Normalize 就是做到最後一步的影像可以 你也可以去選擇就是 正要做 就是剛做完那個Collision那一步也可以 那任何一個步驟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選擇的月後面你就要小心 除了對位之外可能它還會受到Smooth影響 受到Normalization的影響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那個 那我們先審視一點 我們就選最後 我們最後就是都是有W開頭 等一下我會說說明 就先選W開頭這一個 我會先選T1一下 我的習慣先選T1一下 再選Tom Cole一下 所以我會再回到上一步 進到Racing裡面 去選擇一個一樣是W開頭 你可以有聰明一點的做法 比如說它這邊有一個Filter 我們稱作是一個篩選器 你如果加上一個Head 就是我們說Shift加上6這個數字 它會是一個Head這個符號 再加上一個你想要篩選的字頭 比如說W是我想要篩選的字頭 只有以W開頭這個東西 我想要留下來看 你就按下Enter 它就會列出所有是W開頭這個東西 OK 但是我們如果在檢測的時候 一樣我會想要看的不是單一一個法覽項 而是一個MIM的影像 就是你看它群體的一個表現比較準 你要選擇兩個影像 它才能夠去做比較 你要選擇兩個影像 按下DOWN 它會出現像這樣 一上一下的一個這個東西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這個十字就是你可以去按的 所以我可以先Check一下 我點到剛剛說的AZ的Point 先Check一下是不是我選擇 它會可能像跟EPI的頭都是正的 它都沒有這個我們剛剛說的 右跟弱的動作 都沒有 我的AZ都落在對的位置 那你可以去Check幾個重要的 不同的點 比如說通常我們會去看一下 就是Ventical 或者是看一下這個CC的前緣 去看一下它的這個 一不一樣 那不要懷疑 因為T1畢竟它的對比 跟我們這個 這個T2START的FOLD是不一樣的 這是影像上的Contract不一樣 所以在T1上可能是亮的 但是在EPI上是暗的 這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 Shift跟Contour這件事 如果你要全面的去看 你可以在下面這一組影像上 按上滑鼠右鍵 裡面有一個Reorient Images 然後請你在裡面選擇 Current Images 看不見嗎? 它很下面 不好意思 再說一次 你在下面 下面這一組上面 按下滑鼠右鍵 然後選擇 在比較偏下面 有一個Reorient Images R-E-O-R-I-E-N-G Reorient Images 然後選擇Current Images 按下去 你會發現上面會出現Contour 可以讓你比較好去比較一下 就是他們到底有沒有在類似位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用滑鼠去 東切西切一下這個游標的位置 那假設它真的就是偏差一些的話怎麼辦 在左下角這邊 左下角這邊 有剛剛我們所提到的幾個參數可以調 Royal Pitch 就是我們說這邊 Royal Pitch 就是三個立體角 剛一開始前面三個 就是你Right Forward Up 就是你三個方向的一個Translation 單位它都有標上去 像它這邊的這個 旋轉角度是用進度 它不是用那個Degrees 所以各位要稍微記得一下 所以你不要想說180度就key個180 不是它是用進度 好,那下面還有一個Resize 就是通常這個Resize 不應該在Subject裡面會用到 如果你必須要Resize才能夠對得好的話 一定表示你音域參數有問題 因為同一個人頭部應該變大變小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的EPI必須要放大1.5倍 才會跟你NNN的影像一樣的話 一定是你的戴槓黑的 或者是你拿錯人的影像在做對位 那要非常小心 所以一般人言我們應該只會對 就是調整前面六個參數 我們稱之為是Rigibody的一個Transformation 叫做鋼體的一個轉換 所謂鋼體就是你不能夠熄滅它 你不能放到手腳 就是只是旋轉平移 這叫做鋼體的一個轉換 好,所以這邊 右邊 Forward 前面 Alpha 上面 都是只要你key正的數值 它就會往那個方向移動 所以你key2它會朝右手邊移動 如果你key-2會往左手邊移動-2mm 那這個選擇角度你就試試看 反正你不確定你就是key一個數值 你這邊夢玩key怎麼樣都不會有事 不用太難 比如說我key一個大一點的Pitch 這樣我key一個1的Pitch 它會去rotate下面這一組影像 所以有任何需要手動調 你都會從這邊做調整 但不用擔心我一按下去就會移動 一直到你去按下apply to image之前 它都只是給你try and arrow的一個參數 只有當你全部都滿意了 你開心了 你才會去按下這個apply to image 去apply回到我們的這個影像上面去 不過以這個例子 怎麼好像應該是要反過來 對因為我剛剛其實是把我的 我其實是把我的EPI當作是reference 所以我們應該反過來選一次 那不要忘記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其實如果真的有必要去動它的話 也請你不要像我們剛剛是選在這個W的系列上 W的系列我剛剛說 它其實指的是你normalize玩過的一個影像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有必要先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再回到剛剛背取裡面說明這件事情 我們實際上在 背取檔案裡面我們做的任何一個步驟 它都會產生出一組新的一個影像 那這個新的影像實際上會depend on 你今天是什麼樣的步驟 它會給它不同的一個 我們稱作prefix就是一個先行字 比如說你做完這個slice timing之後 它的這個file prefix是a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資料夾裡面 我剛剛說回到我的資料夾裡面 其實你剛剛這個reference裡面現在很澎湃 你以為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它其實現在很澎湃 你會看到我們剛剛原始的影像 其實只有一組這個f開頭的這一組 剛剛原本只有這一堆 240組這個檔案 但當你處理完之後 你會發現會有一堆比如說a開頭的 a然後在後面那個f什麼東西的 那a我們剛剛說其實就代表是 它做過了一個這個slice timing 所以它是第一步 所以它會先最靠近 它會加在最靠近f那個字的位置 那如果你下一步realline realline因為我只有 我有做這個right的動作 所以它也有一個prefix r 有一個r 所以你一樣會在你的這一個 檔案裡面會找到有一個叫ra的 這裡 為什麼是ra 因為不要忘記它一開始原始檔是f 它會先做一個a 所以它就加上一個a 下一步又做了一個realline 所以它就加上一個r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如果你熟悉sbn的操作環境 你光看前面堆疊幾個字頭 你就會知道這個檔案經過了什麼處理 除非有人很無聊的去跟動這個 有些人就真的很無聊 他會去調動這個prefix 把r改成什麼x之類的 它會去調成你看不懂的東西 但正常來說 你用預設值 你應該會看到它怎麼堆疊 所以我們剛剛說到normalize right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prefix是什麼 是w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說 其實你到w那步都是已經做完了 我們來選 如果是smooth過後的 還會加上一個s 所以玩的來說 你應該會有sw 然後ra 這樣的四個先行字 代表你經過了這一些一種 那不要忘記 如果我說今天它是在coverage 推選這一步做不好 你想要回去重做的話 你應該要選哪一個字頭 你其實應該去選這個 剛做完a的 所以你應該要選一個是 A 然後 r 欸不是 對對對 就a而已 應該只有選一個a 就是剛做完slice timing 因為他的r應該也要做 所以應該是ra 對 應該是ra 就是他做完slice timing 也做完realignment 但是他下一步在coverage上做得不好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選的是一個ra的那一組 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步驟喔 這時候如果我想要選對的話 我應該要這麼做 我在checkresolution的時候 我應該要 選擇 我剛剛說第一個 我現在的reference 我應該就要選我的epi 我不是選altomico 因為我現在是希望讓altomico 你這樣去轉換一下對到我的epi上 那我剛剛說過我的開頭要是ra 放這樣 select 你不用select 選擇一個 我剛剛這個應該有個min 選擇min這一組 這一個 這是第一個 然後到t2裡面 這個要拿掉 所以反正你要選到 這樣就這邊s開頭這一組 好 你就選他 check一下就知道 所以你先希望這個要對到他 所以一樣在下面這一個 按下reorient 然後current image 像這樣 OK 但為什麼我平常不喜歡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 t1他在頭皮以外 這些訊號比較強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contour很醜 他在外面的contour其實很醜 所以以這種情況下來說 你就只能去看 腦袋裡面的一些land mark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cc cc跟ventrical一直都是一個很好的land mark 你可以看到這一條 這一條cc應該都很漂亮 然後中間這個ventrical位置 你應該要上來看 他是在t2上面的ventrical 是水的地方是比較白的 所以是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稍微一樣去切不同的位置 去check一下這一個 有沒有包得很好 這邊 好 如果你只是單純check 你要normalize那一組無法 但是如果你是要手動去調調他 請你記得你是要選擇這一組 就是我們剛剛說是在 做完realign之後的那一組 所以你可以隨便去key一個參數 比如說 key一個你想要的一個transformation的量 比如說這左右 他是往右移動這個10 然後你可以確定完 確定你是你要的參數之後 按下apply to image 這個時候你就會再去點選這一組 s這一組 按下down 他會把它寫到他的head裡面去 但是我現在不會按 因為他已經對得很好 那接下來你才會去把後面 就是我們說 這個normalize跟smooth的步驟 再從這一個case去做 所以supposedly 95%以上的case 電腦其實都會幫你對得很好 你其實不用搭個這個步驟 但是只有當你真的發現 你survey完之後 發現真的有些人做不好的時候 你必須得要去 一個一個check這件事情 好 所以到這邊為止 就是我們其實 從一開始 我們說基本概念 到我們說前處理的部分 以及這一個batch 的一個基本使用方式 那我們來剩下五分鐘 稍微講一個 進階一點點的使用方式 其實也沒有很複雜 你可以想像一個問題 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我們去讀取這一個 這一個檔案的時候 他是不是把我們這 可能七八個不同的模組 都列出來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今天有 一百個subject 那他是不是會一直堆疊下去 好像也怪怪的 那還是我必須要設一組 是 有每一個都有八個 然後總共repeat 就是八百個 九個的情況 所以也怪怪的 這樣不是很friendly 所以其實真正如果我們要 cross subject 有很多subject要用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會直接 去讀這個檔案出來做 直接讀這個檔案 是在我跑單一個case的時候 我會這麼做 如果我今天是要跑多個case的時候 我該怎麼做 我看一個新的 在我們這個 basic io裡面 倒數第三個 有一個所謂 run page jobs run page jobs 這個是 是否你是multiable subject的時候 在用 點進去 他這個做法是很有趣 你就記得一個subject 就應該要擁有一個 所謂run page jobs 這樣一個module 一個subject 一個 那 你在複製之前 其實可以在這上面 按右鍵 你可以去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在你複製之前 先把該調好參數調好 裡面有什麼要調的 第一個 你就按照這個 我們剛剛說有這個x 左鍵頭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job files 什麼是job files 他到底每個subject要做什麼 不要懷疑 這就是要去讀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 去讀這個東西出來 這就是我們剛剛存下來的 那一個有七八個module的那一個 所以我把那七八個module 又包在一個叫做 run page job的module裡面 它是一層用一層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先從按發檔開始 再到一個single subject 一個page 但到真的multiable subject的時候 你要到run page job裡面 去讀取這個job file ok 那接下來 在這個runs裡面 你可以點兩下打開 它會告訴你 你必須要給予它一個job input 什麼是job input 各位還記得 我們剛剛每一組 那個八個module這種job 它需要幾個input 需要三個input 包含一個subject資料夾 一個raising state的fmi 這個240發展這個檔案 以及一個anatomical的一個檔案 所以在這邊 這個地方你必須憑記憶 你如果選錯數字 或是你少選什麼東西 它還是會error 所以你一定要先對這個檔案 裡面要什麼東西先有了解 接下來你會直接這邊去設定 因為這邊它是要你自由設定 我現在要依序告訴它 我需要有幾個input 第一個input 我剛剛說過是什麼 directory 在這裡 所以我點了一下director 它就告訴你說 我第一個input 會先挑一個directory 下一個我剛剛說過 我要選的是受試者EPI檔案 那EPI對SPM來說 就是Nifty的images 就這個 那再下一個呢 我剛剛說要輸入的是 anatomical影像 它也是Nifty的格式 只是它是選擇結構影像 這個是選擇EPI影像 所以一個 以我們剛剛所設定的 這個batch file來說 它必須要搭配三個input OK 那在我們設定之前 我們先跳往下面看 因為你如果現在把它設定 就是設給某一個subject 等一下你複製 那個subject的資料 就跟著你一起跑 那很愚蠢 我們一定是先留白 等一下再複製 可以嗎 好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 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去save 這個batch jobs 那這個通常是我會選 don't save 就沒有什麼必要 然後這個missing input 這個很重要 當你碰到就是 你input的選擇數目太少 的時候 它要硬是給你run下去 還是應該要終止 那二話不說 我都一定選這個 一定是 don't run 就是有error 你就停下來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這個是 something run 所以通常這個是我們 標準的選法 你會選擇好一個 你已經設定好的batch file 你已經了解它需要幾個input 而且input的類別 你必須要選對 然後把下面這兩個東西 就是設成 一般我都是don't save 跟don't run 就是做這樣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 你其實也可以把它save下來 就針對這個case 你可以把它save下來 比如說我就存下來 我把它叫做就是 你可以取你想要的名字 比如說我叫mati subject 的batch 隨便你取 就未來你可以把它讀進來 那接下來假設 我今天有 假設我們的demo有三個case 我就可以這樣子 複製一次 複製兩次 那每一個人裡面現在都是一模一樣的form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把我剛剛所說選擇 每一個人要選擇三個資料 在這個上面做出來 所以我第一個batch job 我就去選擇 第一個subject的資料夾 然後第二個位置 我去選擇 第一個subject 它的 我們說過要先選resting 這已經被我處理過了 我們先選取 像這樣的demo不好 你盡量不要去選取 已經處理過了影像 因為它黑的都被改過 所以你應該 我沒有留下原始 好 所以你們就去選那個 這個沒有處理過的比較好 你如果說你剛剛已經處理完 你們不會三個都處理完了 C1號好像還沒買過另外一組 喔還有另外一組 但是那個還沒做過轉檔 那個還是dicom檔 對 有沒有 所以你們這個記得 就是去選那個 你們原始 這應該是200 告訴你們 就是這邊應該是240個file 這邊應該是一個file 就是anatomic 所以這是for第一個人 那這個很明顯 就應該跳到第二個 就是第二個人 所以你這邊會選到 第二個subject資料夾 然後第二個人的racing 跟第二個人的racing 跟第二個人的racing 然後再來是第三個人的資料夾 好 所以它幫你把這個繁瑣性 集中在一個序列上面 那我的建議都是 你好不容易點完 100個人的資料之後 一定要做一次存檔 因為有時候mable會無預警的自己 關掉 就是correct掉 所以 請各位就是你好不容易點完 因為我剛剛說 你100個人 點三下 你也要選300個 雖然你可能集中在半小時內 你就做完 沒有那麼麻煩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各位就是 你可以再傳一個 比如說這就是 已經select了好了 或是已經assign好了 你可以再加注一個 這樣子 那下次如果它有error 或是哪裡參數不對的話 你可以再直接讀這個檔案進來 比如說我可以下一次 或是我想再重跑我的data 可能老師說裡面有一些問題 我可以去重跑我的data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這樣 回來讀去我剛剛說的這個檔案 這個 它就會把我剛剛所選好的都讀進來 那 這個東西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在於說 假設 我今天真的很不幸的 我要去換我process的參數 我需不需要去動這個檔案 其實我不需要去動 我要動的是哪個檔案 我要動的是這個檔案 這個 這個檔案 因為我所有的job page 都會飛上我剛剛說的那一個檔案去跑 所以 各位可以想像 假設我今天讀取這個檔案進來 我在這個上面去做一個參數的變更 比如說我把normalize right 我今天想要把faxo size調成 比如說111 我只要再做好一個save的動作 那以後我在上一層去跑的時候 因為它都會去更新 更新這個檔案 那你其實就不用100多個人都去重新點一次 所以這是它一個很聰明的一個階層式的設計 你從最底層開始了解 你就一層一層往上堆 那這個才是一個我們所推薦有效的一個備取處理方式 所以到這邊為止 就是我們上午有說要把這個備取講完 各位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下午會花一些時間 我不見得會花一整堂課的時間 因為要提到程式語法 我猜可能一半同學會聽得很無聊 所以我稍微提示一下 就是問你未來有一天你告訴我說 老師就算你要我去點這個100x3這個動作 我都嫌麻煩的話 可不可以用程式碼自己幫我去點完 或者可不可以幫我去設定完 指定好這個答案 答案也是可以的 答案也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你必須對程式語法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們下午花一點時間demo一下 但是學不會完就學不會沒有關係 你不會因為這樣比別人差 要任性 早上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 你又沒有那個 還沒有process完那個所有data的同學 請你就試著用剛剛說的那個方式 或者是如果你中午有些時間 你也可以試著把 從頭到尾再做一次 就是你再把它試試看 用這個備取的方式 讓它跑出來 好那我們就到這邊先中午休息一下